中俄两国的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进入美国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美国被下得紧急派遣F35战机进行对峙 为什么这次美国人对中俄轰炸机的反应那么大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前段时间俄罗斯空天军的T95MS轰炸机和我国的空6K战略轰炸机搞了一个大活 7月25日中俄两国联合轰炸机编队前出太平洋北部的虎哥旗海白令海 在这一过程中中俄两国的轰炸机编队还去了美国阿拉斯加和阿流山群岛的防空识别区转了一圈 下得美国人第一时间就把加拿大空军拉出来全程进行跟踪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报道 这次中俄联合巡航一共用了5小时 护航飞机是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SM和苏35S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视频看 俄罗斯轰炸机都是一间起飞空中加油 很明显 这个是从内陆机场出发的 595MS作战半径是5000公里 航程已经很大了 这种航程下还有空中加油 说明飞的特别久特别远 而中国的空6K是大白天出发 迅速就和俄罗斯轰炸机会合 基本可以证明空6K就是从俄罗斯的沿海机场起飞 空6K的作战半径是3000到4000多公里左右 差不多也用不着空中加油 当然要是空中加油了肯定也能飞的更远 最后两架轰炸机飞了5小时返航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的F35隐身战斗机 F16战斗机 以及加拿大的CF18战斗机都追了上来 从视频上看 加拿大的飞机出现了明显失误 CF18竟然下放了着舰尾沟 由此可见每家两国的战斗机飞行员都挺紧张的 有一说一啊 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空军进行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问题 甚至可以说美国人都有点习惯了 第一次联合巡航的时候呢 美国人可能有点不太习惯被吓得全程跟飞 但后来随着中国两国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次数越来越多 美国半飞的次数呢也越来越少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次美国人突然跟飞了 而且不仅跟飞连加拿大都拉上了 而且全程还非常紧张 加拿大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甚至还出了失误 问题就在于 中国刚刚给轰6K做了一个升级 现在的轰6K可以用于投放英机21高超音速导弹 之前我说过 轰6K装上英机21高超音速导弹 可以打到大约5000公里的位置 虽然能打到第二导链 但姑且碰不到第三导链 然而如果轰6K从俄罗斯出发前往阿拉斯加 那就不一样了 那很多军迷或者是网民在分析国籍问题的时候 总是忽略一个问题 那就是地球它是个球形 它不是拼面的呀 如果走北极航道绕阿拉斯加从上往下打 可以覆盖到夏威夷 美国西海岸 美国中部大平原 甚至一部分美国东海岸 除了佛罗里达附近的美国东南角之外 整个美国都覆盖在我国高超音速导弹攻击转位之内 单纯的战略轰炸机去阿拉斯加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 但如果你有可能带着高超音速武器就非常吓人了 本来美国目前就不具备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实力 面对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 唯一的防御就是距离 中国整了这么一手 你美国总不能给所有的海军都搬到南半球 或者是美国首府移到不养闲人的佛罗里达吧 而这还仅仅是没有使用空中加油机的距离 如果用了空中加油机 那么轰6K可以飞的更远 就是跑到佛罗里达都没用 至少你得把总统迁移到巴拿马运河才能避免被打击 自从美国人发现自由航行在中国这边没有用了 下不到中国之后 他们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自由飞行 就是动不动派遣大飞机来中国防空时别区转悠转悠 那自由航行呢 中国能通过前往美国专属地区的方式进行反制 那美国人的自由飞行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自由飞行来反制啊 反正我们的战略轰炸机本身是不会飞进美国本土的 最多就是在美国人的防空识别区里转悠一架码 但是轰炸机里面装的是什么 是铁炸弹呢 还是巡航导弹 是空射弹造导弹 高潮音速导弹 一或是什么都没装 单出来飞一圈 那你美国人自己猜吧 反正猜对了呀 也没奖品 对呀 感谢观看